我主要负责的是车底和车侧各部件的运行状态检查 就像动车医生一样 就小到一根螺丝 一根铁丝 我们都要很精准地去看到它 看到它的状态 我是2020年7月份入职的 到现在正好一年了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晚上的1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 14.5个小时 我们到春孰运的时候 夜间的检查的车阻速自主 一天晚上差不多就要走30公里 两万起步 这对于我们女孩子 不管是熬夜还是洗衣方面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份工作挺伟大的 在我看来 我和动车就是一份损 因为动车它的运行速度非常快 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一根螺丝飞出去那都是像一颗子弹一样 我看到那个动车在线上飞速运行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看到我的孩子一样 还是非常有自豪感的 下去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近年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